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19号星期三 关于习近平什么时候捂统台湾 有个小伙伴一定跟我抬杠 说习近平第三个任期不会捂统台湾 一定是第四个任期 为什么说这个呢 就是说前两天我讲中共二十大的去世看点的时候 我就提到这一点 我说习近平应该肯定是在第三个任期来收复台湾了 主要是年龄的问题 那马上就是70了 第三个任期结束之后就75了 第四个任期是75到80 差不多或者74到79 反正是差不多吧 就这么五年一段 所以我就说习近平哪怕就是说 自己的身体体能各方面来应对的话 也就只能是第三个任期了 第三个任期现在是2022年 差不多五年吧 五年的话第三个任期应该到2027年结束 所以包括美国的CIA 美国的情报机构也认为 比较有可能是2027年的动手 当然这个就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了 对不对 这些呢整个美国 从这个总统到国会到他的情报机构 基本上都认为呢应该是2027年之前 这个呢就跟我这个当初拜登要上来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2020年那个11月选举结束之后 我说我说假如是拜登上来的话 我如果拜登上来的话 八年之内必然武统 那八年呢就应该是这个从2020年到2028年嘛 就是说在2028年之前 一定呢就要这个武统了 就一定要动了 就拜登一上来就就必定了 那现在呢就是说 我觉得美国的情报机构什么的 基本上也就算跟上来了 这事报两年之后呢 跟我的观点差不多一样 他们认为就是2027年要动手 那我现在跟他们观点又不一样了 我认为恐怕不是2027年 我觉得估计要在2027年之前 要再提前一点 反正肯定的是在第三个任期 所以我这一提谬呢我就说 我说习近平如果第三个任期 他不能够收复台湾的话 那他还有什么脸去连任第四个任期呢 他搞第三个任期 现在实际上就是说挑白了 说明了就是对全国人民就那意思 就是说给我第三个任期 我这个完成这个祖国统一 对吧 实际上从来到下呢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第三个任期 如果不能收复的话 拖到第四个任期 一个年纪也大了 另外一个大家也就不服 就是说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有这个能力的话 第三个任期就解决了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呢 有的人认为现在呢 没有准备好 所以美国什么在逼中国动手 我就因为中国没准备好 那问题在这就什么时准备好 那有人说2028年 2029年 2030年都准备好 那你准备好了 别人呢 别人等着你 别人什么都不干 等着你准备吗 这个可能性大吗 对不对 2014年的时候 俄罗斯没有动手 到现在了八年之后 再动手 你会发现成什么样了 对不对 老习现在2022年不动手 到2028年的时候 那边全都准备好了 你最后打的时候 就跟俄罗斯打乌克兰一样 把你打哭了呢 对不对 你在准备 别人没在准备吗 你看看今天的消息 日经新闻 得到三位政府知情人士的消息 说拜登政府正在考虑 与台湾联合生产的美式武器 以增加美式武器的产能 加速这些武器向台湾的交付 美台联合生产武器 是由美国国防企业提供技术 在台湾生产制造武器 或者利用台湾生产的零部件 在美国组装这些武器 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扩大产能 让台湾进一步武装台湾 所以 当然这个现在开始 这两天的消息 日经新闻两天消息 但是我们估计 美国台湾 能源民种国家 干准的事慢 我估计很有可能 这个真正就开始 现在商讨 开始做准备 真正能够开始量产 我估计有可能是两年之后 有可能到2024年年底 或者到2025年年初的时候 才能真正开始量产 但是现在就开始 就是说探讨这个事 开始给这个事去做准备 对不对 那好 假如他2024年年底 2025年初 开始这个投产了 让产能一点点的扩大 到了2028年 2029年的时候 他的武器装备 完完全全超过你的心理预期 对不对 那到时候你准备好了 别人也准备好了 对不对 你能打得赢吗 不好说 你再看这个 路透社的评论员文章 说今后五年 到2027年之前 日本将进行二战以来 最大规模的军事化 说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日本的舆论 从开始 二战之后 几十年的这种 主导的战后和平主义 开始转移了 开始认为 就应该进行军事化 根据日本的公共广播公司 NHK 10月份 这个月刚刚发布的 最新的民意调查 在日本的老百姓当中 55%的日本老百姓 支持增加军事运算 反对的只占29% 不到三分之一 超过一半都是支持的 然后在所有这些 支持军事化的人当中 61%的人认为 日本应该 就是说达到这个的话 就即使是削减公共开支 削减福利 也要进行军事化 你又想到了什么程度 我说日本老百姓 是一个非常容易 就是说被鼓动的老百姓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我觉得右翼 煽动煽动 美国的舆论在宣传宣传 老百姓很容易就开始支持 这个军事化 开始修宪 这还是有统一教 在这儿就是说 这个丑闻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这个比例可能更高 所以我就说 日本修宪在美国 日本台湾 众多的这种 媒体舆论的宣传之下 日本老百姓 很容易就被煽动了 就开始认同这个东西了 认为日本应该进一步的军事化 日本首相岸田文行 承诺要大幅增加 国防开支 说在未来五年之内 将军费预算翻一翻 然后还要购买的 能达到北京的这种远程导弹 连北京一块干 所以你说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想怎么着 未来的四五年 日本台湾到大量的 投入的这种军事预算 军事装备 所以你是觉得 你再给我四五年 我就准备好了 日本台湾也这么想的 老母猪也是这么想的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你知道吗 都认为别着急 再等等 给我点时间 我就会准备的更好 所以 这种东西你在准备 别人也在准备 那你怎么办 我觉得还不如 就是说 就看谁快 对不对 所以我看 美国的这些智库 就认为 美国如果帮助台湾的话 应该在2027年 2008年的时候 就能够准备好了 来抵抗中共的这种 巫统 中共这边 可能有一些 所谓的民间学者 就认为 中国到2027年 2028年的时候 就能准备好了 在之前打的太着急 那有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些人 到底是 这是美国排台的间隙吗 对不对 好像是帮美国 在买时间一样 对不对 因为美国觉得 美国的智库 认为在2027年 2028年之前 准备不好 所以中国的学者 告诉老习 就是等一等 等到2027年 2028年的时候 咱们再打 时间就成熟了 因为那时候 他们就准备好了 那你觉不觉得 这帮人 是美国排台的间隙 对吧 所以进一步说 我甚至认为 我有很大的理由 我怀疑 应该是在三年之内 为什么 因为如果拖到了 就是说 老习第三届的最后一年的时候 有很多问题 因为国内该换届了 要不要设接班 有很多问题 还有就是说 战争打完了之后 怎么也要需要个一两年的时间 要去就说缓和很多事情 因为打完之后 就算是没有 中美之间 即使没有武力冲突的话 咱先不说有没有 就假如没有武力冲突的话 这种经济的这种冲突 也是不可避免的 各种的经济制裁 经济封锁 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可能都需要 一两年的时间 去缓和一下 所以如果把这个卡在了 就是说第三个任期的 最后的这一两年的话 对老习其实很不利 因为那个时候 可能刚刚战后 会有很多的这个 会有很多这种 就是说副作用 很多问题 所以我觉得呢 如果要是好 如果要利索的话 应该是在2024年 2025年左右 动手 动完手之后呢 留下2026年 2027年 两年的时间呢 去消化 动手之后 产生的一些副作用 连带的一些影响 还有一两年的时间 去消化它 这样呢 到了2027年的时候 老习比较顺利的 连任的第四个任期 我觉得这个呢 整体来讲比较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想这一个是 对于习近平来讲 这个时间 而且过了 这个人一过了75岁 这个经历什么的 都不行了 明白吧 所以老习不可能 等到第三个任期之后了 就肯定就是第三个任期 就在老习70到75岁 这五年 就这五年 等到75到80的时候 不行了 你看这个 你看这次胡敬涛 胡敬涛现在79吧 你看胡敬涛出来都什么样了 多少人插着 多多所多就出来了 80了 对不对 人过70 古来西 他到岁数了 你等到75 80的时候 你看拜登 拜登 拜登78 是不是 你看看拜登 你看看胡敬涛这个样子 你觉得等到这个样子的时候 再打 还有可能吗 没有 没有可能了 老习不可能等到 像拜登这样 就老糊涂了 你知道吗 或者像胡敬涛这种 老子 开始哆哆嗦嗦嗦的 再去打仗 那怎么可能的 不可能的 一定就是第三个任期了 就是在2027年之前 另外一个就从美国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说美国还有两年就要选举了 那拜登能不能连任不好说 如果拜登连任的话 习近平的压力还小一点 如果拜登不能连任的话 共和党那边 我看现在看起来 80%就是川普 你川普要来了的话 能一样吗 当年川普在的时候 记者问川普 说中共如果武统台湾的话 你会怎么做 川普说习近平 知道也问习近平 对吧 大家都信 都明白什么意思了 对不对 川普从来没有公开说过 他会不会保卫台湾 但是我们都心知肚明 川普会干什么 对不对 我知道 你知道 川普知道 习近平也知道 对不对 拜登上任以来 已经五次在公开场合宣布 他会武力保卫台湾 但是到现在你相信吗 你发现了吗 川普一次都没说过 我们都信 拜登已经在公共场上说了五次了 拜登如果说一次 我们信的话 他就不用说第二次 他现在说了五次了 我们还不信 他说第六次 你信吗 问题不是在这儿呢 对不对 所以你包括连中共的这些 中共的这种红色学者 你会发现 基本上脑子清楚的 智商比较正常的 都能够明白 就是说 中共在跟川普的时候 吃别吃的比较严重 拜登上任何会好很多 你会发现 中共这些学者 真正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 这基本上 就是说是头脑清楚的 脑子比较理智的 中共学者 对吧 所以 如果是川普回来的话 先别说你 川普回来 不要说你无统台湾了 老川上来 乒乓了 你不干 他恨不得先干你一顿 你知道吗 川普要回来 我的天 我估计真的是够头疼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最好最好 就是在那之前 把问题解决了 明白吗 所以那就是说 11月8号的美国中心选举 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中心选举 就这个中心选举 我也说了 就是对川普的意思 大考 这次选举 如果川普大获全胜了 那么完 那么两年之内 老共必须要动手了 等不了了 因为川普大获全胜 很有可能 下一次又是川普回来 那得了 那少了 对不对 如果这一次中心选举 川普没有大获全胜 民主党守住了 川普的旋风过去了 如果川普这一次输的 带领了共和党 因为这次带领了共和党 很多都是非常支持川普的 如果这一次 比较大的这种失败的话 就说明川普这个旋风 只能在共和党内行 在其他的党派 就是说其他的这些 比如民主党 或者中间选民里边 没有市场 对不对 那样子的话 还好一点 老共可能觉得 最起码看来 回来的不是川普 就即使 就是说拜登不行 那共党那边也要出 其他的这种候选人 对吧 不会像川普这么疯 对不对 这么凶 对吧 那可能还好一点 如果这一次中心选举 川普大获全胜 那老共还等什么 那就是这两年了 没办法 你说准备好也好 没准备好也好 也就是这意思 而且就是说 你怎么准备好 台湾现在美国的意思 要台湾训练100万士兵 而且现在我看很多人都在说 说应该把香港的年轻人 大量的香港年轻人 吸引到台湾去 其实他们战斗力比较强 你看这一次 这班车斯特领馆前面这个事 你能看出来 香港人对大陆的这种仇恨 这种敌意 非常的弄烈 非常的玩命 愤容向前 我现在也认为 真的 台湾要不行的话 就弄一些香港人过来 帮着一起 守卑台湾得了 我看很多香港人比台湾人 就是说更加的这种 我觉得就是说仇恨 更加的厌恶 对于大陆 那也就是说 孙子兵法说 说故入兵之法 十则为之 五则攻之 倍则分之 敌则能战之 少则能逃之 不弱则能避之 什么意思 就入兵之道这样 就是说十倍于他 比如你100人 我1000人 我十倍于你 我就包围你 十则为之 五则攻之 就是说我是你的五倍 你100人 我500人 那我就攻击你 但我把你围住了 我留一口 让你跑 然后那我攻击你 那倍则分之 如果你十个人 我二十个人 怎么办呢 我想办法 怎么能让你 就是说分开了 比如引诱你 比如说我来打你 然后你一追我就跑 把你阵线拉开 倍则分之 敌则能战之 如果敌人跟我差不多的话 我这句话 我能跟你一战 对不对 就是说反正我不打你 你要打我的话 我能守得住 只要敌人能战之 少则能逃之 就是说如果我数量 比你少的话 我能跑 我跑你追不着我 对不对 不弱则能避之 就是说假如 我跟你实际上 太悬出的时候 我要避战 前方反正 就是说躲避掉这个东西 那么老共现在要干什么 老共现在就是要为之了 那实则为之 那什么概念 台湾如果100万士兵的话 你要准备多少 要准备1000万 你懂我意思吗 好 你怎么准备1000万 它不现实 你也没有那种投诉能力 对不对 我说你50万到100万 差不多这个意思 因为你再少的话 你人数不够 台湾自己本土多少兵 你像这次俄罗斯打乌克兰也是 乌克兰一向来的是20几万人 俄罗斯才派了十几万人来 只派了乌克兰一半的兵力 进来之后根本就不行 人数上处于绝对弱势 你这仗打成什么样的 对不对 就是说你最起码 如果乌克兰有二十几万人的话 你最起码要过来才两倍 你要四十几万才行 当然现在普京现在又要征招 再征招30万 凑一块我估计现在就有三五十万了 那可能还有点可能性 但是乌克兰这边也是拉壮丁 我来讲有100 从二十几万变100万了 对不对 那你说你怎么办 那你拖越久越不利 这就是事实 所以老共的问题也在这 就是说你能不能准备100万人 然后有一个小伙伴 我不说了这个 我说了这个之后 有一个我们的会员 会员来了 说什么 他说这样 我看完会员评论 我就说说实话 就是说现在就这种 这种舆论宣传 已经到一个什么程度了 这小伙伴 这是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会员评论 说中共动员100万人 可以 但是那100万人 得是真心的 愿意为中共而死 为中共卖命的 说这100万人拿了枪 说不定直接就跟中共就造反了 他就说打仗的话 问你 你支持哪一方 那回答说 不论还房贷的那一方 我跟谁混 不论换房贷 我就支持谁 所以大陆只要打台湾的话 征招了100万人 这100万人拿着枪 就个老共干了 因为只要台湾人来了 他就不论还房贷了 那这种舆论宣传 这两年多的我们的会员 我就想 就这种被洗脑 这种舆论宣传 到了这种地步 就是说 现在整个中国大陆 他就认为这一点 就没问题 就是说只要美国来了 只要台湾来了 只要日本人来了 把老共打不好了 我们就不论还房贷了 我们就当上CEO 走上人生 迎娶白凤雷 走上人生巅峰了 我们什么都不论干 我们坐在家里 房子也有了 面包也有了 然后我们就有钱了 就如果我现在 中国过得不好 我挣不着钱 我收入低 我还要还房贷 我生活压力大 主要问题都是干老共 只要是美国人统治 是台湾人统治了 我就没这些事了 现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子 美国的中产阶级 也是很头疼的 你知道吗 美国中产阶级 现在交多少税 你知道吗 下面养着一帮 低收入人士 真的 我们做一个手术 我们做一个胃镜 做一个胃镜 七千多美元 做一个手术 多少 多少八万 八万美元 对不对 你有想过 就为什么 你在中国 你做一个胃镜 多少钱 对不对 因为下面低收入 去做一个胃镜 才收五十块钱 我们上面 就是这种 中等收入 它叫七千块钱 虽然最后有保险 负担一部分 我最后还是交了多少 交两千块 做胃镜 是不是 还差不多交了 两千块钱 做一个胃镜 那下面低收入的 报低收入的 吃社会福利的 交五十块钱 那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 我一个人做胃镜 我帮了可能十几个 低收入的一起 交了胃镜的钱 你懂的意思吗 就是说 美国的中产阶级 压力也是很大的 非常非常的巨大 为什么现在 中产阶级这么不高兴 其实普遍的 支持川普的是什么 是中产阶级 不是吃低薄的 川普不给低薄 你懂吗 所以民主党 民主党骗你 说是支持川普 都是一帮子可怜虫 其实你最后会发现 基本上支持川普的 都是中产阶级 都是老老实实交税的 没有骗饱的 吃低饱的人 没有人支持川普 川普来了 不让人吃低饱 他就支持川普吗 他吃什么 你还不明白吗 就是说 真的这么的愚蠢吗 然后你真的相信 就是说 只要是台湾人打过来了 美国人打来之后 你就不用交房贷了 那钱从哪来呢 从天上掉下来 是不是 就民主的 就不用交房贷了 是吗 我他妈在民主 我每个月都在交房贷 我都没听说过 美国在美国 不用交房贷 我他妈 所以就是说 反正你也承认一点 就从这你能看出来 就是说中共的 现在这种舆论宣传 是完完全全的失败 我能昨天 我就说想做一期 就这个关于反共 是个好生意 这个事 这个视频 我一直在游 一直在游 今天个小伙伴 还来跟我聊 聊这个问题 哎呀 这个小伙伴 还是一个长期观察 美国的这种 就是说反共媒体的 这种反共反华媒体 长期观察者 知道吗 但是你听他 就一说 基本上蓝想的 他对这东西 没有摸到这种门道 这种门道很深 你知道吗 就是说 现在蓝想 很多人就认为什么呢 别跑签 别跑签 咱先回来说 我再想一想 那些做不做 我再想一想 好不好 但还有一点 就是说 现在俄罗斯在打乌克兰 老共如果 就是说在乌克兰 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 没结束的时候 如果动手的话 可以极大的 牵扯美国的经历 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事 告一段落了之后 美国就可以把各种经历 都集结起来 就瞄准中国 现在不光是美国 还有欧洲也是 欧洲 它也很难 欧洲 它也很难 就是说 现在把经历 都完全对着中国 你看 舒尔茨 最近都要访问中国 因为也是跟俄罗斯 关系不好 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 如果这种时候 假如中国无论台湾的话 那么欧洲就面临一个 非常非常艰难的处境 就是说 这边跟俄罗斯 已经闹僵了 失去了非常好的 这种低端的能源 如果中国在闹僵的话 又要失去市场 不倒也不错 这边没有能源了 反正我也造不出来 你那边不要了 我也不造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对经济的 伤害倒有多大 这就不好说了 对不对 就是说 哪怕我进一些贵一点的 原材料 贵一点的石油天然气 如果我造成之后 中国那边还能买 还能买个东西 我还有巨大的市场的话 我还有机会 如果最后低端的能源 我也没有了 中国市场也没有了的话 那怎么着 我就不知道 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 如果老习要动手的话 最好是能在 俄罗斯乌克兰战争 没有结束之前 你知道吗 这样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讲 要做出一个极大的 一个艰难困苦的 一个抉择来 就不要说武装冲突 就是说一起参与进来 就真正的武力娃娃 台湾 先不要说这个 就哪怕是经济制裁的话 我相信美国和欧洲 都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所以综上所述 我认为习近平 说服台湾的话 我就这么说 就是说聪明人选择都是一样的 那笨人就各有各的笨法了 所以习近平如果够聪明的话 习近平武装台湾 就在第三个任期 2027年之前 甚至我个人认为 应该在2025年的1月份之前 因为2025年的话 一个美国的新总统可能会上来 到底是谁不好说 明白吗 所以最好是在2024年的年底 这是一个 就是说你 如果冷静下来 你去分析去计算的话 2024年年底的时候 是最好的一个时间点 那当然最好 就在11月选举之后 拜登输了 然后新总统的1月份要上来 然后从11月到1月之间 应该11月3号选举吧 到1月20号 这个总统上来 那这之间 差不多有三个半月的 这么一个时间 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窗口 那这个时间窗口 如果做得快的话 一个月可能就解决问题 就全都解决了 那如果过了这个时间窗口的话 就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问题出来 然后就是说 你在这个时间窗口 把问题解决了 是在前任总统的情况之下 无力解决了 后任总统上来 然后前任总统 可能会有一些竞技制裁 后任总统上来之后 能不能接受这些 还是个问题 你明白吗 跟前一任总统的打仗 跟后一任总统的去和谈 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里边的这个东西 是非常的微妙 这个东西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好吧 你去思考这个东西 反正这是我个人的 这么一个观点 所以 我认为 就是这个时间点 2025年 2025年1月之前 应该是在这 因为最近有很多很多人都来问我 想让我分析一下 到底什么时候 开干 什么时候动手 因为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讲 要做一些抉择 那就是我 对这个时间的一个分析 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间点 当然了 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 我觉得如果是聪明人的话 大家都明白我在说什么 那笨的话 就不好说了 笨的话 可能觉得到2030年的时候 能准备好 对那个时候台湾 美国 日本 也都准备好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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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